接著下來,比賽會變成說 中繼投手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又是中繼,連續兩天 因為分數沒有拉開了 連續兩天,中教練在中場分析的時候都提到了牛棚 這樣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對,一直要強調的牛棚 因為從我播球以來,我對牛棚是非常注重 如果你牛棚好的話,事實上就有逆轉的機會 就是不要再試分啦 不過國內的牛棚事實上,確實是肉差比較大 對阿,有棚沒有牛啦 牛昨天都放光了 笑牙 兩隊牛棚昨天都燃燒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比賽,後半段 誰要來守住勝利 有待觀察 哇,鎮達紅今天第二次遭到三陣喔 今天碰到這個左投手賴俊男 反正打紅就打不好